艺人黄紫娇上月被爆出性骚扰 拍摄未成年不亚照风波 开直播爆料演艺圈不为人知的一面 事后民众向台北地检署告发黄紫娇 涉嫌强制猥亵毒品 而绍性剥削防治条例等罪 台北地检署12日证实 已分他自案将黄紫娇列为被告侦办 指派间具有侦办妇幼保护 及毒品案件专长的检察官调查 黄紫娇已是台湾MeToo风波 包括名誉人士王丹 名嘴 朱学恒 艺人NoNo后第四位 遭台北地检署分案侦办的性犯罪被告 MeToo风暴 席卷政治界学术界 最近更烧到演艺圈 资深男星 许杰辉 甚至是爱嫁爱妻的形象又胜 黄紫娇接连翻车 NoNo遭控性骚扰 而言亚伦被指 偷拍未成年性爱骗 台湾MeToo风暴 一发不可收拾 57岁已婚艺人许杰辉 先被男网友爆料 在表演课 要求学生练习 集体做爱配音 惹意 接着 女星黄云星指控 十年前上许杰辉的表演课 被要求衬衫不穿内衣 穿马甲丁字裤 还拿巧克力在她胸前问她 能否夹住 是小嫌察觉一样出手相救 我很好 谢谢大家的关系 中型啦啦队女神 短经经报当年表演课 曾遭许杰辉 以视镜角色为由 把她带到小房间 要她换上马甲 还伸手席胸 另一名女演员 也爆出同样在舞台剧后台 在没有防备状况下 被她戳肛门 事后却推说是戏剧指导 对此 许杰辉15日宣布 本人即日起 退出演艺事业 停止所有公开活动 身自反省 诚心道歉 艾家好形象著称的艺人佑胜 以人设翻车 两位曾与她共事过的女性工作人员 指控她曾至少对三女伸出魔爪 抓柔胸部 以及强吻甜耳 姐内衣 佑胜在脸书 发文道歉 我为我曾经的行为 所造成的伤害及阴影 感到抱歉 非常非常的对不起 面对曾经犯过的错 我不会逃避 真的真的很对不起 又胜病传讯 向受害者道歉 简讯内容还自曝 其实我自己也被性侵过 曾是性侵受害者的她 竟也成了性骚加害者 性骚风波 还杀到知名主持人黄子娇 她遭指控 当年强吻17岁少女 又拍裸照 见对方害怕流泪时还说 你流泪的时候也很美 黄子娇事后 自录影片道歉 还报大小S 吴宗宪 曾国成等大咖黑料 你干嘛还要去扯别人呢 还要扯到你的往事 扯到医能界的谁 随后观脸书自伤送医 针对黄子娇丑闻 老婆梦耿如坚强说 我们是一家人 发生什么事 我一定会陪着她一起面对 一起弥补 可能曾经犯过的错误 我们是一家人 所以 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都会 一起面对 然后一起迷补 可能 曾经犯过的错误 而人是张小燕 痛心的说 孩子没交好 我深深觉得痛 男星 nonon也被指控 强吻 拉内衣 柔胸 对此 nonon则驳斥 对这个人 这件事 都没有印象 而小红老师 也开记者会痛斥 nonon曾对 百货公司贵姐下手 有次 nonon说要送她回家 结果 一上车就对她 毛手毛脚 还暗示自己很喜欢丝袜 之后 就带她去市民大道的 残障厕所 发生关系 甚至她用同样的方式 搭讪女孩子 并借机送她回家 结果一上车 就开始毛手毛脚 nonon还在车上 对她抢行进入 她还讲说 只要没事 就不算了 刚才是练习 更爱问 有看过我这么大吗 等夸张言论 我要在这边 跟你慎重地 再说一声对不起 让你承受 你这个人生 不应该承受的事情 真的很抱歉 对不起 而严亚伦遭抖音男神指控 被男友严亚伦 偷拍亲密影片 还外流 严亚伦 以本名吴庚林 发签字文 任爱过男网红 并招了私密片会外流 音修手机导致 对此 妖乐将在21日 开记者会 悲痛透露 自己是在16岁时 与严亚伦 认识 当时她在睡觉时 就感觉到严亚伦 直接进入自己身体 即使她严肃地向对方拒绝 加上身形瘦小 无力反抗 但对方 由没停止 事后 她只能自我催眠 这是情侣间该有的行为 之后指出 首次拍摄性爱影片 在严亚伦的天母住处 当年她发现后 就拒绝对方 而严亚伦 也给予承诺 不会再犯 没想到 2018年中秋节前夕 发现她与严亚伦 性爱影片外流 事件爆发后 更传出找黑道恐吓 即使严亚伦 在社群解释及道歉 她认为 是混淆视听 也将提告 请不吝点赞订阅